迎接耶旦长假也是出国旅游的旺季 东欧民俗风味浓厚的波兰 不只是肖邦与居里夫人的故乡 更是最近风行欧美半自助旅游的好地方 《东泽新闻》这个星期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就制作了波兰金与锡专题 带观众一起来探索波兰 波兰位在中欧 面积是台湾的八倍大 它的地势平缓 没有太多的天然屏障 加上林博环寺 波兰因此三度遭到瓜分 两度亡国 还被称为是神的游乐园 就算是如此 波兰依旧展现了 坚毅不挠的精神 更揭开东欧民主化的序幕 波兰 波兰 从十世纪建国以来 就位在波罗的海边 渐渐地与世无争 然而 世俗的纷扰却从来没有放过它 在纳粹德军的铁蹄下 忽然首都华沙 九成的建筑被毁 八十万个居民牺牲 战后百废待举 凭着油画记录跟脑海里的记忆 三百年前的旧帽 一砖一瓦重现 波兰在二战之后 只花了短短五年 就让华沙古城在原址再度屹立 赶走德国后 波兰在苏联的影响下 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 同样都在1989年 东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 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中国大陆爆发了天安门事件 波兰政权却和平演变 揭开东欧民主化的序幕 然而昔日的民主表率 如今却线缩人权与司法 如果您可以选择一句话 去描述社会和環境的环境 哪个话你选择? 哪个话我选择? 我恐怕是冬天 就是冬天 就像你看到外面的海岸 冬天 为什么? 因为某些事情都改变 但我们还没有知道 什么未来会带 转型后的波兰 是不是转错了弯 或许正如科斯洛斯基教授说的 波兰即将迎来冬天 但他也提醒我们 冬去必将春来 走过寒冷绝望的冬天 终会迎来充满希望的春天 或许这就是世人 所期待的波兰吧 虽然波兰在历史上颠沛流离 却也是人才辈出 像是浪漫时期最伟大的做几家 肖邦还有诺贝尔奖第一位女科学家 居里夫人 以及提出天体运行论的天文学家 哥白尼 而这一代的波兰人 则是再度用创新 称拔了时下最热门的电玩市场 实施班的冒险氛围 玩家跟着满头百发的主角 寿魔猎人杰洛德 展开撼动人心的奇幻冒险 这不是好莱坞电影 而是波兰的电玩游戏 杰洛德来自华沙郊区 波兰最顶尖的游戏公司 CD Pojci Rui Some of the awards which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are from our business achievements in Poland and promoting Poland as an innovative country Now especially in the people in the age of 20s there is a lot of creativity like startups startups centers especially dedicated to gaming but also new technologies like 3D printers is developing rapidly 不然这股创新力 不只局限在游戏领域 还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商机 仿佛从游戏里面跳出来的人物 带记者走进另一个世界 在游戏制造商的协助下 这座山中古堡 重现了电玩里面的 巫师养成学校 学丹店不是啊 他打到我了 就是你要这样子一直练习练习 这个键其实打起来不会很痛啊 真的 它其实这个是软软的 还可以 一再一次 我们不只是拭乱的故事 从本书或者游戏里 我们做的是 我们制作我们自己的故事 和我们自己的角色 加上创意 展现傲人的竞争力 让世界看见波兰 在地球上被称为地狱的地方 屈指可数 但其中一个就在波兰 奥许维兹集中营 是波兰历史最黑暗的篇章 波兰在二战期间 被纳粹入侵 超过110万人葬身波兰 历经了人类史上最大的苦难 欧许维兹集中营 入口处醒目的标语 劳动带来自由 70多年前 曾经给上百万欧洲人 虚假的希望 后来成了犹太人的血腥炼狱 简陋的木造营房 抵挡不住 四股寒风 看似井然有序的圆坑 其实是客难的马桶 眼前的景象 倒进了当年的囚犯处境 温暖的毒气势力 墙上的斑驳与磕痕 是惊恶 是恐惧 多少人 在这里咽下 最后一口气 最有存在感的展区 陈列着受难者遗物 什么我们说今天 知识和感情 你明白什么我意思吗 他们必须学习历的历史 历史的问题 所以它会帮助他们 明白 Auschwitz的更好 而且也认识 因为 Auschwitz的语言 忽然急于保存记录 集中营的一切 战后两年就对外开放 甚至有幸存的囚犯 自愿留下来 演讲 导览 作为集中营的活招牌 期盘历史不再 重蹈覆辙 波兰的地势平坦 非常适合开车漫游 来自各国的游客 也在旅游巴士上 互相交流 一起保览美景 也享受美食 而提到波兰菜 最具有代表性的食物 有饺子 还有甘蓝菜卷 都给我们吃的食物 有一曲同工之妙 华沙老城区 每到假日 就成了游客跟居民 观光休憩的好去处 外国游客身处其中 感受到的是 波兰人民的热情与温暖 来自美国的迈克欧兹 曾经在东海大学 教书三年 而同样来自美国的戴纳 跟迈克欧兹 参加同一个旅行团 迈克欧兹跟戴纳 参加的是欧美 时下流行的 半自住旅游方式 游客不必自行安排 交通跟住宿 在畅游美景之余 同车游客朝夕相处 往往能够结识 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会接受到比较大的刺激 一般人去旅行 总是希望说 他可以有一些外在的刺激 那他的刺激 其实非常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呢 我们的团员是来自四面八方 就是 他可能是澳洲来的 他可能是美国来的 他可能是加拿大来的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 生活的经历 然后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可以 蹦出花花 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这种生活中去学习 那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除了美景 波兰美食更不能错过 用挖空的面包碗装成 这是波兰国汤 Zoolake 滋味浓厚 一碗喝下肚 暖心又暖胃 至于波兰另一个经典菜色 台湾人也很熟悉 来到波兰一定要试试看 他们的饺子 波兰的饺子有三种的口味 我现在点的是肉的口味 我们来试试看 它的味道如何 波兰的饺子吃起来呢 跟台湾的饺子 其实味道还蛮像的 有机会的话 不妨你自己来试试看 除了饺子 波兰菜卷也跟台湾菜 有异曲同工之妙 波兰走过动荡纷扰 留下的是依旧美好的 风土与人情 波兰跟台湾相隔8000多公里 但距离不影响缘分的联系 18年前 一个波兰年轻人远渡重洋 爱上一个台湾女子 但是一场车祸 却让她们天人永隔 就算是如此 这位台湾媳妇 却能够守住 对丈夫的承诺 每一年都不辞辛劳 返乡陪伴独居的婆婆 我们带你来看 波兰跟台湾这一段 亲情的羁绊 她是伊莲娜 二十年前退休后 独子杰克 刚好也去了台湾 三十多岁就离婚的伊莲娜 因此在波兰 常年独居 一年当中 最期待的就是 这一天 好不容易叛到了 媳妇回家 陆卡 陆卡 吴慧娟是伊莲娜的媳妇 也是东森新闻的制作人 远从台湾 飞了八千多公里回家 薄熙两只能够用 简单的英文沟通 但是两个人已经心意相通 你会担心他自己这样子做吗 会担心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就是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可以帮忙 杰克是伊莲娜的独子 他离婚后 独自抚养杰克长大 十多年前 热爱中文的杰克 来到台湾发展 还取了中文名字 叶斯凯 杰克在台湾 结婚生子 一场车祸 留下了两个伤心的女人 杰克在台湾过世 惠君当年 毅然决然 把骨灰送回波兰 卢卡无惠君 几乎每年不辞辛劳 就为了跟婆婆 短短几天的相聚 这个家少了男主人 虽然遗憾 婆媳祖孙俩 也相隔千里 难以长距 但亲情与牵挂 或许能穿透 时间与距离 每周深入分析热门新闻时事 东森美洲台的新闻广角进行单元 现在全面放上东森新闻每周APP 欢迎观众朋友用手机下载 随时随地收看所有的深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到这边